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欣 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自從復仇者聯盟上映之後 跨界合作的題材就越來越多啦 而像是遊戲界的 COPCOM vs 美國英雄 就是很好的例子喔 而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機器人跨界的祖師級作品 《機器人大戰OE》 可是要破天荒的加入格洛洛君曹喔 趕快跟我們一起去捍衛藍星吧 由Ben Presto 開發的《機器人亂鬥》 《骨盔集作品》《機器人大戰》 系列將追溯到1991年 在Game Boy上推出的黑白遊戲 創新橫跨各種機器人作品的棋盤式SLG 其後更是分成以無敵鐵金剛 蓋特機器人為首的超級機器人系 及機動陣勢鋼彈為代表的真實機器人系 帶來多樣化的玩法 在高人氣加持下 也推出獨立故事 魔裝機神 成為機器人迷們的必玩大作 作品更累積達30個以上 最新的《超級機器人大戰OE》 加入了《格洛洛君曹》 《火星爭霸戰》 和《機動警察》等三個作品 將於夏天採用PSN下載的方式銷售 第一張限時特價500日圓 八張一同買6480日圓 雖然沒公布影片 但保衛藍星的熱血魂也燃燒起來了 目前還沒聽說台灣相關訊息 有興趣的玩家請留意日本官網哦